哈囉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帶來什麼課程呢 就是要教你們如何整理你愛車裡面的引擎式線路 我相信這個很多同學都想知道 當然一台車好好的你不用去特別整理它的引擎式線路 同學都喜歡玩這一種老V 它的車齡都大概快20年了 甚至20年以上都有 因為它經過不知道前任車主N任車主 大概東改西改有些線路 只接到它看有 你像這個大燈的部分 一般都是有街頭 東改西改那台黏四的 我就覺得這個有的在做這個 沒有到頭上一缸 所以我們會把一些線路把它做 快速街頭可以方便擦靶 盡量把它恢復它的原廠設定 當然有一些頭我們買不到 我們就是用替代的方式 最主要引擎式的部分 那個線路我們會用這個剖開示範管 把它包起來看得比較鬆 包這種東西來說我是覺得說 隔熱防塵那個是一定多少會有差啦 就是說它有的時候它老化嘛 你電線當時要脫皮你不知道 你先把它包覆上去的時候 多一層防腹 這種的是防火材質 你不要用火直接烤它幾乎是不太會融化啦 因為我有測試過了 一起上課去囉 然後這個浪管大小裡面的口徑有分 我這個是0.5mm的 這個好像是1公分的 這個1.3 1.6 這2公分 還有更大更更小的 我是常用到這幾項 你可以一次買多一點比較便宜 開始動工了 來 我們等一下要包覆這個地方 這個是它原廠就沒有包覆 但是我喜歡把那個線路 穿上那個塑布 還有像這個 這個大廠的線路 你看這個有的都塑油 那是外皮啦 它內皮是都完整啦 今天最主要就是要包覆這些 這是一些 這些車的線路 我們不要把它包水 我剛好就是把保管拆下來 我們連這個 霧燈的部分 你看這個有的接近黏黏黏 我們順便把它修復一下 還有我最倒閉的這裡 這真的做到有的 我這樣稍微煎掉 然後下方這個霧燈 這個線路順便整理一下 然後拆開之後你看 它這個啊 原廠它比較舒服耐熱的地方 它就是已經有加這個浪管 但是我的習慣 我撒開掛兩頂 我還要把它倒一頂去 這樣用起來的時候 感覺上曬起來 土産你會比較好 那是我的做法 開始 它這個大小喔 你要大過一攤 這樣包起來比較鬆 這樣掛套到不一樣 這要直接看 這樣撞下去 撞下去 撞開是浪管好處的 在這裡 這整整的比台車看得多鬆 幹 熱的 這包我們現在開扯 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是 我是用10號的 因為剛好空氣力進去拆起來 有些線路包得到 感覺上也包覆性又如何 這個同學之前也就有在問 想說 很基礎的東西 就沒有拍了 這裡比較小條 我們就是用 0.7的 這樣看得比較不會太粗 弄好 幹你咪 哇 肉肉肉 這條定射線也要 我們用0.7的 慢慢推進去 慢慢推進去 它可以直接推到底 啊 你裡面弄不到的地方 你就這樣慢慢推 它就撞下去了 裡面那一段等一下再用 還有這裡 0.7跟0.5的 我覺得 用很大 所以那個我買很多 1.2.3 你不覺得說 把這個引擎線路啊 包這樣看起來就覺得 很有安全感 而且剛才它的耐用度 變得很高 有沒有 你不覺得說 把這個引擎線路啊 包這樣看起來就覺得 很有安全感 而且剛才它的耐用度 變得很高 不覺得 我吃得很痛 很痛 怎麼會是在做 新導管的手術呢 還有下面這裡 熱水法的線 用0.5的 有的角度弄不到 你就是大約 10多的 它這個就是 通到那個 垃圾上面 把它 淹掉 長度 避解 這個DIY的風險很低 你們就可以自己玩了 這個就不做了 來你們看一下 你們看 我們這裡的線路都包好 看起來是不是很舒服 對不對 接下來換那一邊 一公分的 你這個如果怕它斷 你可以直接 包在這邊就好了 這樣子 幫引擎線路掛煞窟 慢慢上去 這個 可以進去 這樣感覺 防水性 你看 都還抖下去 抖得輕的 到這裡把它截斷 包這個很療癒的 要注意 你不要把水 散掉下去 斷啊怎麼辦 一半 換上面 這最粗的 最粗的就是用那個 兩公分的 這樣把它包進去 看起來是不是很爽 來 它有這一段 冷氣對這一段 但我是覺得很重要 過去啦 因為這種卡骨 你把它揪出來 很容易長的 穿過去看起來是比較爽 長度比一下 人也不要太龜毛 有毛就好了 烏龜毛也不能太多 好 好了 這裡比較粗的 用1.6 這個不要粗過頭 粗過頭不好看 這個小條等一下再弄 這個束線都把它改成黑色 接下來 壓縮機這條 這條把它攪起來 看起來比較有安全感 這樣鏡頭擋住 很難包 這條沒有包也是很容易破皮 拍攝這個影片真的 非常的難拍 要記得了 乾下去了 好 乾下去了 這也是彈道姓氏 一二三 啊 還記得了 還有那個 煞車幫浦的線 這樣才有這種 老米的那種Fu 我覺得包這樣感覺還不錯 然後這一條階梯線順便 用0.5的 好啦 還有一個重點喔 它這條接地線啊 很容易輸掉 所以這個也要包 鏡頭擋住 非常難包 這個用1.0的 來你看 這一條套好的時候 就像這樣 然後它這裡原廠就有包了 但是我會再把它SUCKU掛兩層 因為它 這裡比較熱 我覺得把它 多上一層 感覺會比較好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很爽呢 再來換這一條 這條用空氣流量劑的那種 我手盡量不要擋到 慢慢的包 進去 拉 啊你就一直推 把它推到底 能到最裡面最好 直接把它包過頭 直接把它包過頭 哇這條也能夠加強一下 這包這個就算 長度 哦 撒空掛兩層 好像讚 接下來這條管子 也可以把它包起來 反正我的做法是 裡面能包的管子 我都會把它加撒空 這樣耐用度 感覺會比較好 咔 擦 好 好 好啦 接下來這條小真空管門 是把它包起來 因為它下方 原來那邊很熱 包覆橋 是覺得 它應該比較不會龜裂 接下來是大燈的線阻 你看 這個 我把它剪斷了 原本它都把它接實了 我要把它改成這種快速接頭 因為我們買不到頭 好啊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拆拔會比較方便 開始 我們這邊把它做母頭好了 然後先把它拖線 所以這個有的時候在做齁 那個手錄好像炒得夠多 那個 有的人這樣 在接就不知道在想什麼 黑白接 然後這個我們把它做成複極 先剃一下看看 好 剃一下 你有看到它這麼拆出來 好嗎 把它壓一壓 這正像是一種在壓線器 那種我沒買 一樣 把它 幹 下去 比較細我們可以把它折成兩截 也是一樣 把它 幹 進去 拉 我沒想到用離以前 不然是蒜頭會煎好 這個好用 哦 讚 所以用這土炮的 等一下 記憶 也是一樣 折兩折 讓它進去 它這個藍色的 裡面比較大缸 好 不然用這個 離以前把它壓進去 哦 這只有好用而已 壓小勒 真正 很棒 你看 真的不像機械 還要壓的 再加強一下 哦 裡面這麼大 來 這邊 比較乾 這個 線路齁 自己整理一下 感覺就是會比較有信心 哦 這小雀很胖 這比較小 一二三 啊 哦 讚 那也一樣 紅色 這種質感 就是白銅鞋的質感 後來再把 剖開示範管 幹 幹 進去 好 那我稍微看那個藍色 辨識度 還要管 這薄皮 銜接觸 這稍微把它 幹了 幹了 然後這個 我們就可以用紅色的 把它 竖起來 這樣鎮負機有嗎 你那鎮負機比較不會插不對 正常鎮負機 比我以前都會做那個大小頭 但是 我們這邊比較鄉下那個 電料行 鄉鄉 我竟然要買一買 一二三 斷啦 怎麼辦 好啊 來喔你看一下成果 你看 後面大燈的線路 像看的 白銅鞋的巧手經歷 像變得很讚 用啊這個 我等一下直接弄一下就好了 這個就帶過了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像這個啊 你也可以把它加強 阿這個 阿這個 它這個 SENSOR正常是要裝在這邊 阿這個 它這麼破的 有不然我們可以 DIY做一個 一種鎮貼 把它拔掉 阿這個 烏燈 這個也可以把它包起來 來 這就是我們長 努力一天的成果 你看它的線條漂亮喔 阿還有這堆 撒庫掛兩天的嫖客 齁 掛了變軟圓 阿還有這個 大燈的線路 喔 喔 看起來這樣夾很漂亮 齁 阿這快速接頭插把 是不是很方便 阿這個方向燈齁 整理起來 是質感變很好 阿這個 烏燈的部分 比較簡單的 就直接掠過了 還有這個 這個 冷氣的散熱風扇 齁 一些延伸來 齁 這條 算我們撒庫也是 又把它穿兩天去 齁 好像漂亮 齁 你看整個整理好之後 質感就差很多了齁 這個烏燈的線路 齁 還有這個 上面 這條大動脈 齁 看起來有夠感動耶 好 以上 好 同學 那白同學今天為你們所示範這個 汽車引擎室裡面的線路 整理這個部分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當然啦 引擎室裡面的線路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包這種浪管 因為原廠為了沒有包裝的東西 那是白同學比較龜毛 我就把他用得很完美 因為我是把老V 當作是一台 1比1的模型玩具在玩它 可以晒 還可以玩 我好像一舉兩得 就是這樣 你們看 開開看 這樣心扁扁 他們情勢很新的 心情就很愉快 那是白同學熱愛 老V的心得 跟同學分享 記得要訂閱白同學 第二號教室 拜拜